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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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这个是昨天 看一下 昨天看一下你们的相关的领导人 打了 帮你吃好的 那个是我哥 是你亲哥吗 对 唐哥 唐哥 对 对 你姓名 对 姓妥 对 姓妥 给我一个姓妥 对 看到了吗 这就是执法人做的事 对家是对待我们的态度 嗯嗯 如果我是 我说说对爱国这个我还有点情怀 如果没有情怀 我绝对会对美国外美国胡说八道 你们知道这个后果说 外交部肯定会就是所有这些国外的 像 往外的这个美国肯定要 费点口舌 解决这个事情 到时候这个影响已经很大 所以我作为中国人我不会乱说话这个你们放心 我说刚刚一有这个境外的之间 我们一起的人说假如有国外的这些情调啊 有国外的这些事情啊 境外的组织要联系我们 我第一时间就找他们了 民警还有两个民警去处理我的事情 我第一时间我说这个事情我先跟你讲一下 我会客观的说事情 但是我不会带任任何自己的主办意识 人家询问了我会 我的意思就是毕竟是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受了那个水啊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是楚恩先生是吗 对对对 你好 打扰你了 我是那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 我叫梁婷 好的 你好 你好 您今天顺便啊 可能采访还是要 可能让你回忆一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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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应该正常的 有这个正常许识都是正常的 那你要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便回忆 你可以随时跟我说哈 好的 好的 没看很多人采访过 你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重复 然后还请你见谅 因为我们这个媒体报道 还是需要重新跟你说 对对对 试试咱们试试求试啊 对 这个是应该的 哎 好的 那您最初发现妻子 就是有异常 大概是什么时间 当时您是在干什么呀 稍等我回个短信我给你说 你再问一遍 哦 就是您最早发现 您妻子有这个异常现象 是什么时候 她是异常是摔倒了 我发现动静了 就摔倒了声音 然后我我跑过去了 哦 当时您是在另外一个屋子 对 我在里面里间 就是她属于一个套件蒙面 然后进来一个门 隔了个门店里面 有个床嘛 就是有个小 呃小小房子 只是有张床 我和孩子在那玩游戏 玩手机和那个 他收房子这个过程 就是详细的说 哪个是先 先收房子还是先手机 我就详细的 我也我也现在就没办法说 一直问的人太多了 就是就做的事情就这样 我就在里面房子 孩子在一起 他在里面洗澡 然后他摔倒了 烧点了之后我就进去了 哦 就是你们是那种店面套间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前面一个门是 然后隔一个门在里面是你们住的 然后在里面和你洗澡的那个地方 没有我现在是在店面上店面那个房子 是的因为我这个房子没有取暖的 供暖的方式 没有啊 因为现在社区风口呢 我们没办法买一些没太阳这些 也没办法做一些供暖的方式 也买不了外卖上 就网上也盯不了那些加料的东西 我们买不了 哦 所以你们用的这个取暖是自己烧的是吧 呃也没说取暖的吧 就只是他在洗澡的时候 我把那个煮羊肉的一个锅 大锅里面烧点开水 就蒸散郎的那种热气的方式啊 呃把热气打开给房子加点热 他洗澡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凉吗 但这个过程中我把门还有那个 剪扎门我拉上去了20公分 就害怕有不好的事情说露气啊 就是这个这个我我常年用煤气啊之类的 我都知道呢 门也开了一半开开了一半 然后天窗就是门上面那个天窗也开了呢 然后房子里面有四个洞口是开了的 通风的开的 你这个房间一共 你一共还有几个房间 两间两间 门市第一个进来 然后是 一个小门洞进去一个房间 就这两间房间是连着这些套间类似的 所以通风情况其实还挺好的 对正常都好的呢 哦 没错 就像 孩子这个孩子现在说已经离世了 这两个人说就是按照媒体报道也好 就他们公布的 给我说是 呃 煤气 煤气中毒 这个结果孩子死亡的这个 起因已经不重要了 对吧 他意外就有任何意外 我都就可以接受 哪怕煤气中毒我都可以 因为起因已经不重要了 对 我们这个就这个过程 是的是的 感觉官方过后的过程就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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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过程 只是说结果啊 是起因结果 这个过程没有任何详细 而且公告这个公告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他们事件组完成之后啊 就表面事件说解剖 我不同意 因为做个 医药化妆中毒不需要解剖 只需要抽血化验 学校外之类的抽血化验就可以 这个有常识的 这医疗常识都知道呢 不需要解剖肺啊之类的 不需要 他是在血液里面是脑部 最多有可能是脑部 先直接脑死亡之类的 血液之类的 然后之类的 这个我可以 咱们都可以找专业人士查证 然后没表 然后我说我不同意解剖 然后他们就表面就是事件 然后就是意思是表情 起碗事件之后走了 也没跟我说个结果 最后我通过公告知道 我孩子没气中毒死亡了 就是当时医院以后 他们去世把孩子 你不同意 所以他们检查一下 没有经历再跟你说 或问你看到公告 对 我的孩子的情况是怎么去世的 是因为什么起因 是我是通 因为通告才知道的 哦 就是全人失望的是吧 也不是失望 为啥没经过我 还没我都 我本人当时人都不知道 为啥公告就已经出去了 而且这公告是官方的公告 先经过家属同意 家属觉得认可了 好认可就好 认可了 咱们不需要再做监禁 直接把这公告发出去 这是合理的 如果我不接受 这公告 你们在解剖 或者都是我们在化验之类的 对 是 嗯 好的 明白 那就回到最开始这个事吧 对 那种问题是没有任何不适的 除了紧张 呃 因为紧张呀 害怕呀 等情绪导致了腿软呀 或者是没有精神啊 就是头脑有点不清醒啊 呼吸正常 呃 有一有那么一秒钟吗 两秒钟 可能眼前有过一黑的就是 就因为 猛的一下起来害怕了嘛 当时是两个人 如果一个人我还能停一下 如果两个人同时这样 我当时一下子全是害怕了 大人刚有呼吸 呼吸稍微有点鼻息稳定之后 我小孩子这样 我当时就是有点害怕的时候 可能当时有个 可能猛的一下我从床边这样起来了嘛 我当时可能动的床边是哭的 然后猛的一下起来 当时可能是脑部充血的那状态 有那么一两秒 再没有任何其他不适 然后是可能来回奔跑口渴 然后胃疼 胃里面有点筋软 或者腿软呢 这个是可能生理正常的生理反应 哦 明白 所以今天一开始 就是听到妻子就是摔倒的时候 你还没有那么担心害怕吗 对 可能孩子也有症状 所以才特别的 对对对对 我妻子最多她说摔倒的时候可能 摔倒的时候 我刚开始我觉得她还有呼吸 她的我就没想 但是后面就一开始我抢救了 我感觉她 开始有抽搐筋软的那种状态 我就开始着急了 但是之前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120的打了很多个 其中可能有打 他们说有打通的 我记录上也有个两分多钟吗 还是两秒多吗 两分多钟呢 有个打通的记录 然后现在嘛 我当时可能已经因为太过紧张之类的原因 我当时没有什么印象 急着有人问我 只是有记得有人问我 你在哪里的类似的话 我就抱了一下自己的记录啊 然后他们说有录音了 有录音都可以刚好 他们说给我安排什么 什么家庭医生吗 还是外派医生之类的 说我没有任何影响 可能是我没记住 也可能是有这确实有这个事情 或者是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情况 然后是还有就是那个 当时就我抢救我媳妇 就是把我媳妇收拾扶起来 穿好衣服放到床上 就是放到床上之后 我做了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害怕他痛舌头导致窒息之类的 我把身体放偏 把舌头给他敲 舌头没有 他只是咬牙 口吐白沫 口吐白沫的话 他脸上没有任何发子的情况 我感觉这就感觉像 像连全家的人都知道 可能后脑舌头受到打击之后 会有这种状态 就筋软 双脚和伸直 肌肉本颈之类的 所以这个状态 我就感觉可能 他有筋软的那样的 快休克的那种状态 做人工呼吸 心肺复苏 然后坐了几分钟 孩子醒了 十来分钟孩子醒了 孩子一下子惊醒了 就快翘起半个身 一个单手支起自己的身体 问了句 妈妈你怎么了 因为我们少数名的话 妈妈是同样同样子 然后说你怎么了 类似的话 然后问了一句 然后我起来 我就说 我当时也没顾着看孩子脸色 我说没事 你睡吧 妈妈没事 我说完之后 孩子睡了 然后我又抢救了一下 我妻子 抢救了跟十几分钟左右 也是十来分钟 当时我就哭了 然后起来 我感觉在孩子睡着的时候 一般有动静 有这么大动静 他应该有反应 又哭闹了 我起来一看 孩子脸通红 侧着脸 侧着身子 侧着身子睡觉的呢 侧着脸睡觉的呢 脸是通红的 然后一看被子里面 有大小便失禁的状态 然后我就赶紧赶紧把它拉 拉展把枕头上面取掉 然后扶平 侧着脸 我给他 那个时候听他呼吸 心跳还有 然后呼吸拿着纸巾 放在鼻子跟进来看一下 有没有鼻息呼吸有呢 呼吸有呢 然后对 因为我当手掺的 我不可能相信自己的手 没啥感觉了 已经 我只能拿指巾试了一下 确实有呼吸 然后就 做心肺复苏 然后做人工呼吸 做人工呼吸之前 心跳呼吸都有一直都有 然后就 这中间可能维持了 可能几分钟 或者说 可能来回 抢救了几次 但是想 孩子 那孩子 那会大人已经肌骨伤 稳定了 所以呼吸有稳定了一点的 所以我前例抢救小孩呢 前例抢救小孩呢 但是这小孩抢救的过程 我感觉 小孩可能是这个脸色呀 或者是状态看起来 不太合适 我就赶紧跑到对面 去喊一下 我们对面一个老人家 因为是宗教有问题 我就说 就少数没做 然后这老人 看情况 如果孩子确实不行了 在急救的过程当中 确实啊 来不及急救 确实要不行了 然后念个经文之类的 就是类似于超度呀 这个就能 看着超度类似于 这种做个 就是 祷告之类的仪式 然后就 他一边念我一边做 然后他们家家里人 他们家媳妇 就是一个阿姨过来帮忙的人 然后 隔壁的人 群众也过来了 群众过来之后 我自己先先出去了 出去喊 喊救命去了 喊的时候 我喊 喊了出去 我出去喊了 喊到社区 刚好起皮 一个五六米左右 有个起皮 这社区 蓝博星用的一个起皮 这种 对 他们后面安装的 就是为了防控 疫情防控 装了个起皮 封死那种起皮大门 四米多高五米多高的那种 这是第一道口子最里面的 然后我的口子 推开里面有两个工作人员 穿着白色的 就是那个防护活 一个站在车旁边 一个站在那个路边 我问了一下其中一个 能不能帮忙叫一下 救车或者打个急救电话 他说他没电话 帮不了 然后又问 能不能给社区打个电话 就把拿你们车 把我们人拉到医院 帮忙拉一下人 他说你给社区打电话 然后就这么一句话 然后就推走了 然后我看不行 我就转身就往房子跑 跑回来 因为当时留神无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能先往回走 先到人跟前 我回来之后 群众过来 刚好有隔壁 有一位唐岳玲女士 可能有点专业知识 她过来给小孩做了脚步 脚步按摩 小孩瞬间眼睛盛开 有呼吸也稳定了 就呼吸 有明显的呼吸稳定了 然后他们知道 小孩有呼吸 眼睛睁开了 当时大家都在这样 然后是他们急救的时候 然后就这样 急救了一会儿 然后把孩子抱出来了 大人已经 呼吸平息了 稳定了 然后就只是休克状态 但是呼吸还是稳定的 大人我就没关系 然后交代了一下 我们小孩 我们就把他们抱出来 抱出来的时候 我这时候已经出来 在找人了 找人了 这是第二次出来的 找人 找社区打电话 然后群众 这过程当中 一直在打电话 我让群里面打电话 找社区给社区打电话 整个道道有几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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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人 特别人 感谢观看